那台南这个区 如果说像刚刚农界讲的 这么多也是农与民为基本的 这个基本盘 那我觉得大家的想法 会是区域一致的 我们想要改变是说 选一个真的来帮我们争取更多权益 而且有能力帮我们把产品推销出去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台南跟高雄这么近的话 它可以一加一大于二 就是大家也会看到说 谢农界当选之后 它比较容易可以帮我们争取 搭上寒流 就这一个把东西卖出去的效应 所以同样一票投给谢农界 跟投给郭国文 我觉得农与民自己都会想 还是到什么人对我们更有帮助 到什么人后面我的东西买得出去 就是随便想一想就觉得 这样子到谢农界不错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其实农与民如果真的 仔细跟谢农界接触过 然后想过之后 我觉得大家都很聪明 那民进党想要框着说 哎呀又是拿这个什么 什么抹红的这个招数啊 说他跟这个什么大陆走很近什么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相对的 在现在大家经济意识抬头底下 政治的效应 其实会降低下来 所以刚刚大老问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过去在这样子的地方 国民党没有办法取胜 我觉得过去的国民党的确没有学习到说 我怎么跟农与民站在一起 我怎么我所有的诉求都是告诉他说 我来帮你这件事情 那现在你刚刚从这个谢农界的讲话 就听到这个味道不一样 他口口声声讲的都是 我怎么样来帮农与民把货卖出去 我怎么样把它们争取 可以卖到更好的价格 连他的竞选的这个肇事大会 他都已经想到了 大家来拜打 对吧 我们把三万一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拜拜出来 然后透过一个传播的效应 不是他个人的肇事大会 而是变成是一个农与民销售的大平台 然后透过转播 然后也让中国大陆可以看到 所以一个人的想法改变 然后开始接地气 开始跟农民站在一起之后 我觉得那个力量就出来了